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再次把时间讲给月薪 好的 颖峰 美国总统特朗普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再提七国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的话题 欧洲国家对此持有什么样的立场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到底还愿不愿意回来呢 就这些话题我们来看看 全球各大媒体的分析评论 首先来看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观点 说特朗普称让俄罗斯回来是明智的 七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和日本 1997年因俄罗斯加入而变为八国集团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原七国集团成员拒绝以八国集团形式举行会议 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 本周末G7峰会将在法国召开峰会开幕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起了G7还是G8的问题 他赞成重新纳入俄罗斯 让七国峰会回到八国峰会的框架 因为很多事情与俄罗斯有关 所以让俄罗斯回来是明智的 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 邀俄重返各有盘算 如今正是大选周期 特朗普向俄罗斯释放善意的同时 希望在美国与其他大国竞争时 减小来自俄方的压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与普京进行了会晤 双方都亮出要促进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回升的意愿 因此马克龙认为 俄罗斯重返是可以考虑和讨论的问题 但是欧盟一些高级官员说 欧盟反对无条件邀请俄罗斯 重新加入七国集团首脑峰会 担心这将被视作软弱的表现 德国 英国等军认为为时尚早 因为这些国家还看不到 短期内与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俄新社的观点 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不容易 俄议员指出 由于受到G7国家的制裁 假设俄罗斯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 重回该集团 则将意味着承认成员国之间 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 即使制裁被取消 G8模式对于俄罗斯而言 依然极为不变 因为这仍将是7加1模式 毕竟俄罗斯 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 还是意识形态认同 都与七国集团格格不入 另外G7或G8的话题 在俄罗斯心目中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普京曾表示 他更看重20国集团 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 也非常重要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法新社 法新社的观点说 七国集团影响力 已经大不如前了 七国集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已经大不如前 美国与法德等欧洲国家 在贸易气候依和等问题上 矛盾重重 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 屡屡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 七国集团维持表面的团结 都十分的困难 去年的七国集团峰会 就是由于内部矛盾 无法调和不欢而散 与邀请俄罗斯加入相比 其他问题明显更加棘手 特朗普是否会插手脱欧事宜 是峰会的一大看点 法国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 正在竭力防范峰会 无果而终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美国想要邀请俄罗斯 重返这期的一些分析和评论 您放